人的痛苦在于太执着自己拥有的 把孩子养大 憨辛茹苦的 认为孩子一定会孝顺你 在人间 以为只要对别人好 别人一定会回报你 以为爱你的人一定会永远的爱你 以为在你身边的亲人永远会陪伴你 所以把自己的这些欲望和期待 投射在这个每一天都会变化无常的世界当中 如果我们早一点知道 人会变 这个世界的所有的事情都会变 物质也会改变 我们就不会给自己生命出难题 也不会让自己更伤心更流泪 实际上 失去和拥有只是一种常态 而我们学博人懂因果知道因缘果报 我们就能克服它 我们缘来了 善缘 我们可以继续 恶缘来了 我们应该化解 不管什么缘分来了 不管什么缘分来了 因为我们是学博人 我们一定要学会随缘 当我们认为自己应该快乐的时候 其实你自己就要当心了 你开始要痛苦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人有一个错误的理念 总觉得自己活在理所当然的应该当中 想一想 例如股票下跌了这么久了 我觉得它应该回升了 结果全部套住 认为我的老板天天那么肯定我 应该会提工资加薪酬 提升我的职位 结果失望 女友恋爱了这么多时间 认为她一定会嫁给我 会跟我结婚的 结果分手了 好不容易盼到结婚 应该觉得有一个新的家 会幸福无比 结果天天打架 自己这么多年的打拼 认为自己应该会成功 结果失败了 当我们一旦发现那些自认为应该的 但是它没有发生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不快乐了 我们抱怨老天不公平 我们慢慢的想不开 我们觉得活得很累 甚至活不下去 我们人就会一天一天的忧郁成病 学博人只要体会佛陀所说的 放下 记住了 放下你认为应该的幸福 你才会获得人生真正的快乐 记住了 太乱奋了 太笸了 太了 太子